今天的金鐘獎特別報導 我們要來看的是最佳綜藝節目獎 有三個音樂節目入圍 分別是音樂萬萬歲三 全球中文音樂榜上榜 以及我要當歌手 一人站上舞台宰歌宰舞 去年八月開播的音樂節目 全球中文音樂榜上榜 標榜Live直播讓粉絲 即時投票挺偶像 還首創台灣節目先例 跨海跟對岸的央視合作 北京台北兩個現場 主持人一聲指令輪流切換 是這個節目最大絕頭 觀眾在電視機前 同時收看兩岸議員 緊隔熱舞新鮮感爆表 我們把鏡頭轉到小巨蛋 阿彌陀 而且還可以同時連線到棚外 正在舉行的演唱會 讓沒搶到票的歌迷 也能在螢幕前參與 很有誠意的是這個節目 他們自己去演唱會直擊 不少明星他們的演唱會狀況 像阿妹 像林俊傑等等 他們都去開了一個單元 去直擊在小巨蛋的那些的畫面 讓我親一親 像過去一樣 同樣是音樂類型節目 我要當歌手 今年四月將賽制全面喚醒 從一對一PK制 變成由歌手蔡明佑 以及楊文一 寧君 進行紅白大對抗 新賽制更殘酷 五人超人站下來 每次輸的那一隊 四位中就有兩位得捲布蓋走人 誰去誰留緊要關頭 總讓觀眾心跳停滯 保留了傳統選秀節目的 努力向上的煽情部分 因為你只聽歌沒有意思 你要有故事 你有故事你才可以留住觀眾 他怎麼詮釋這個歌 跳舞跳得多麼精彩 然後多麼努力 流多少汗 受了多少傷 那才是觀眾想要看的 才可以touch人的部分 沒有競賽橋段 只有滿滿歌曲 也入圍金鐘獎 最佳綜藝節目的 音樂萬萬歲三 節目以音樂本身當焦點 一開唱就是一連四五首歌曲 竭力 而且來賓從五六年級 熟悉的南方二重唱 不知不覺我偷看著他 我想我已喜歡上聊他 到今年來竄紅的維里安 幾乎各年凝層的觀眾 都照顧到了 因為他是公師 所以他的選擇的歌曲 就可能就比較普羅大眾 相較於我要當歌手 全球中文音樂榜上榜 這兩個節目 它有競賽的味道 這個音樂性節目 音樂萬萬歲翻 一個讓人家輕鬆的聽歌 不管是全音樂欣賞 還是爆榜性質 又或是紅白大PK 都各有千秋 今年的金鐘獎 綜藝節目全共鼓 反而是音樂節目大爆發 也讓金鐘五十 變得與以往大不相同 UDN TV養子堅 謝忻 陳立翰 綜合報導